星期日不單是母親節,還是國際護士節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做了超過30年的姚麗萍 就在2003年沙士爆發期間 在威院8A病房對面的8B病房工作 在照顧病患的同事 作為媽媽也擔心會染疫 影響到一對年幼的子女 說不擔心就騙你 但當自己一上班,穿起護士制服時 亦以這個使命感令我不能理得那麼多 照顧好我們的病人,做好我們的工作 做好我們的防感染控制,健保下保 姚姑娘跟都是做護士的丈夫互相配合 分工合作照顧家庭,最終捱過疫情 而這份使命感也感染了她們的下一代 現在兒子在澳洲做註冊護士 女兒亦是威爾的註冊護士 新冠期間,她們更由母女變成上司下屬 女兒會否因為這樣有特別好處呢? 她可能有時做錯事的話 在上班的時候被上司罵了一招之後 回家也會被我罵一招 可能她是享有這個 真是這個雙倍利益 選擇這行,穿上這套制服 應該要對這份工作 要有使命感,要有責任 不會說真的因為上班 可能很多人知道我媽媽是誰 然後我就可以有很多特權 即使我在公司裡 可能我真的撞到媽媽 我也不會叫她媽媽 或者可以很親切地走她 抱著她 都是可能下頭 然後叫她公司 大家叫她的稱呼 怎樣稱呼媽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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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這樣 兩母女都強調公司分明 而媽媽就在一個女兒的畢業禮上 將珍藏超過三十年的護士警候樓 親手縫上女兒的制服 將一份使命傳承給女兒 我覺得很開心 但同時都會覺得很大的責任感 因為始終爸爸媽媽做了這行那麼久 這些樓都維持了三十年 到我現在都長大 出來社會工作 我就覺得好像傳承了一個使命感給我 這樣就會變相讓我 就是經常提醒自己要做一個出色的護士 這樣 咯 第一次進行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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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